嗯 下面呢 我们再看元素的就是常用集合算法 它就指 嗯 就是并集 交集和差集 那这个是属于集合的概念 嗯 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 这是两个集合 如果是并集的 这是两个集合的并集啊 都有 里边都有元素啊 如果是 嗯 差值就不一样了 差值 这是A啊 就是这是A集合 这是B集合 如果A-B呢 相当于是这一块 所以A-B和B-A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并集啊 这是差值 那还有一个 还有A-B啊 还有像交 跟交B啊 A交B就是说共同的 共同的部分啊 嗯 共同的部分 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们用一下 嗯 嗯 一怕都啊 那 嗯 那 我乱看不备螃或 还有电视会 振 streets 不 Kern啊 我们就用个 资料的话 那 这个也比较简单 我们OK 把它给出实了 OK 那我们 那我们来两个集合 再来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我们给它演示这一个 它是两个迭代器 V1.indul 容器的迭代器的位置 然后呢 V2.began V3.began V2.indul 后面呢 就是输出结果了 输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V3.began 没有V3 做一个V3 V3 我们呢 V3的大小啊 是这两个大小的集合 然后呢 我们都放到这个V3里面 OK 然后呢 我们print V3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135 135 是吧 135 因为它相同元素 它 你看这个实验正好 135 合并135 还是135 所以说 后面因为它是6元素 我们错识化 所以说135 0 0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26 那么正好这6元素都不一样 那么情况是135 6 就是我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什么 好事了啊 OK 这个也比较简单 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OK 其他的两个插几和减 大家那个 其他两个交减和减 大家自己消化就可以了 好事了